临近花莲女中金华侨附近的花莲市民权礼活动中心 一旁停车场由于路面多处规裂破损 经由里长向事工所反映 建设科23号一早请厂商前往处理 下午已经刨铺完成 而里长代表里名向市长以及建设科表达感谢 在最快的时间完成礼内的建设需求 临近花莲女中金华侨附近的花莲市民权礼活动中心 当地上道狭窄 多数里名会将汽车停放活动中心旁停车场 近日里名反映 停车场路面均裂破损出现凹陷 还有两处严重下陷 里名担心爱车受损半岛受伤 经理长刘元良向事工所反映 事工所23日一早请厂商前往处理改善 在这里首先要特别感谢 为嘉险市长带领的事工所团队 也要特别感谢建设科徐国城课长及承办人裁员 那在最快速的时间 解决了民众反映的问题 那这个停车场因为里名的车都停在这 有下陷的问题 市工所在最快的时间 帮我们民权理解决 我们困扰已久的问题 特别感谢市工所 谢谢 里面长里长特别反映这个状况 那我们也整理一下我们 公所所内的一个经费 把它腾出来 那来做相关的一个改善 那我们在顺问年中的时候 还有一些些节鱼的经费 赶快来把这些需要积极改善的地方 来把它做一个相关的整理 那今天在民权里活动中心旁边的部分 我们先把它抛除之后 来做相关的甜品捕食之后 再来做路面的整理 那未来用好以后也会交给里长来做相关的管理 那还有其他的地方 我们也陆陆续续来用开口契约的经费 持续的把一些状况比较差的路面来做改善 那这段时间施工期间如果造成不变之处 也请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多多担待 在此也谢谢我们每一位尽责的里长 为民服务 为民发声 市长魏家贤协同建设科长徐国成 道场关切施工现况 停车场下线处已经开挖后 发现仅有废弃物及垃圾 工程已在当天下午完成 将该处重新刨铺回田 魏家贤并感谢华联县议员魏家宴 争取近300万元建议款补助 其中包含道路改善等建设工程 并表示市区仍有许多邻里的道路 年久失修继续改善 市公所将会通盘检讨 以损坏情形逐一处理 记得蒋邦远华理事报导